张欣宇怀孕,范冰冰方嘲讽,某人怀孕了都不消停 范冰冰和张欣宇好像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张欣宇和李晨分手之后,他们三人之间的话题就一直存在 并且范冰冰和张欣宇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被拿来比较 范冰冰自从被罚之后一直都很低调的生活,还好李晨对范冰冰不离不弃 并且还有网友派到两人去吃火锅 看来两人的感情依然很好,当时范冰冰最困难的时候,李晨没有和范冰冰非手,而是坚定地陪在范冰冰身边,也算是范冰冰没有找错男友 也许是因为张欣宇是李晨的前女友,所以不管是范冰冰了热搜还是张欣宇上了热搜,两人都会同时出现在热搜上 尽管两人都很低调,可是粉丝也会把他们推上热搜 张欣宇虽然在娱乐圈一直是朝黑的体质,可是她却找到了自己的爱情,一个娱乐圈外的男子,并且是一个军人 张欣宇算是娱乐圈中很有个性的女子了,选择嫁给自己想要的爱情 并且还大方地宣布了自己的婚姻,满屏的幸福 婚后的张欣宇也是很低调,只是在自己的微博中晒些日常,低调的不能再低调了 近日张欣宇的粉丝爆出张欣宇怀孕了,已经五个月,要当妈妈了,并且很确定 虽然张欣宇并没有回应此时,可是还是粉丝纷纷送上祝福 有祝福的自然又有黑的了 张欣宇怀孕自然范冰冰又被拿出来对比了,并且有些网友嘲笑范冰冰没有张欣宇幸福 结果范冰冰粉丝方面呛声,某人怀孕了都不消停,连其老公也没逃脱,称其戏多还拉黑网友,甚至直接人身攻击 这次热搜说实话,张欣宇和范冰冰都很无辜,只是粉丝直接网上混战而已 本来还不知道真假的事情,可是却引起一轮粉丝混战 张欣宇和范冰冰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,也希望粉丝们多一点爱心,口上多积德,少用语言暴力伤害别人